我相信大家想到布丹的时候 你可能会脑海中会涌起的就是这一幅叫做虎穴寺 你可能会想起这一幅虎穴寺的画面 是的,这个地方是游览布丹第一个地标 我那天上去虎穴寺的时候 我是以探测一种宇宙的能量的一种气场的形态去的 这个虎穴寺要攀爬大概是900到1000米的高度 我们的车子是停在大概2200米的海拔的地方 然后有小马给我们骑上去 我还以为可以骑马上山 结果原来骑马只走到了三分之一的山路 下来的呢,得靠自己去行走的 那有非常好的这个梯阶 我觉得很奇怪的是 我们一般平时如果爬山的时候很累呢 可能你的休息要好久才会不远 但是在虎穴寺上山的途中 我发现累了的时候呢 只要在上边那个找个石头坐下来 就是稍微的深呼吸两三次 不到十秒二十秒那种疲劳顿失 我知道这个是非常强的这种山的磁场 所以它本身存在这个疗命的能力 然后那天我们到虎穴寺的时候 我们爬到山顶上 那是非常非常壮丽的一个景色 峭壁山野 骑山怪石 你到了那个地方 你肯定会爱山赖乎其极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其中最特别的地方 在我们攀爬到了这个快要到虎穴寺 已经再往了的时候 它有一个大转弯 那这个转弯是稍微往低一点 再转上一些台阶 就到了虎穴寺的那个正妙的事前 转弯的时候呢 左边这边有一条瀑布流下来 非常优美的瀑布 我看大概起码都有七八成的那么高 这个瀑布的流水 然后那天走到这里呢 我看到这么美的瀑布 我就说爬到那边的瀑布下面的一块大岩石上面 本来是只是拍拍照 拍完照以后 我觉得这个地方的气场 有让我一种非常宁静的感觉 我就是就让我静坐一会儿吧 我就在那边安静的闭上眼睛放松 但是这个时候很快的 就进入一种心非常平静的一种禅定当中 在沉浸当中呢 背后的那个瀑布的流水的声音 你应该知道 那个流水的声音非常的优美 非常的舒服 但是我在静坐当中 除了这个水的流声 我还总是听到一种 说不出来的 就好像有很多小石头 还是小柱子 那种一滴一滴一滴丢下来 或者说掉在水里的声音 那我也那个打开眼镜往后看 但是只看到水 好像不可能有柱子或者石头的声音出现 那个时候我继续静坐 然后过后回到马来西亚以后 大概过了一个礼拜多 我那天就是在网上searching 我在找一些关于布丹的一些资料跟描述 让我看到了一个佛教的传说 原来传说呢 这个布丹的这个虎穴寺 在1400年前是 这个密宗的莲花生大使 骑虎到了这个地方 就在这个峭壁上面 找到了这个山洞 而在这里进行他的修行 那么他在这里 这个修行 不知道多少年 当他修行成就 他要离开的时候 起身 骑上他的飞虎 然后在他飞上去 在他飞走之前 他把他身上的念珠 把它拿下来 然后手把他一连 把整个念珠往左边一挥 就是挥到现在 我说那个七八层高的那个山上 这个念珠化成瀑布的流水 到今天 绽绽不息 又不停流 我看到这个佛教的记载 才木然醒悟 原来我那天 在瀑布私下静坐的时候 我耳边听到的这个 这个珠子地在水面的声音 应该就是一千多年前 这个莲花生大使 传下了这个原始的一种加持音 无比的感恩 到时候带大家 带大家去到这个地方 我带你们去听听看 看你们听到这个原始的信息场吗 好不好